中秋佳节到了 首先祝大家中秋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 中秋和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 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2006年5月20号 国务院把中秋列入 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起 中秋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可您知道中秋的由来吗 有个传说故事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分享 说的是中秋和嫦娥奔月有关 传说上个时期 姚统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天上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 大地经不住炙烤 花草树木都枯死了 百姓苦不堪言 这个时候是嫦娥的丈夫 后裔勇敢地站出来 帮大家设下来了九个太阳 后裔是个神剑手 有天生的神力 西王母为了奖励后裔 就赐给她一颗仙丹 据说吃了这粒仙丹 就能长生不老 飞生成仙 可是后裔舍不得 抛下自己的妻子 一个人成仙 就把药呢 交给妻子 嫦娥保管着 时间来到了8月15这天 这天呢 后裔不在家 嫦娥忍不住一个人 偷偷地吃了仙丹 果然没多会儿 她就觉得飘飘乎乎的 一个人飞到了月亮上 婚一回家 知道妻子已经飞走了 很难过 也很想念妻子 所以她就在 每年嫦娥离开的这天呢 在院子里摆一些 她爱吃的像水果呀 糕点呀之类的 期待着 她能够回来团聚 后来慢慢地呢 这一天也就演变成了 世世代代的节日 被传承了下来 由于这个8月15 又在秋季的第二个月 在中秋之中 所以又被称为中秋 中秋节呢 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流传很广的 中秋起源的传说故事 那么您的家乡 关于中秋还有什么故事呢 也欢迎大家分享 没关注的朋友 欢迎点击关注 以后就能每天看到 我们的视频更新了 欢迎您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中秋的一些传统习俗 其实呢 中秋习俗像吃月饼啊 赏月啊 各地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习俗 随着地域差异呢 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还有些习俗 我们小时候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大家已经越来越淡化了 我们来看看 都有哪些习俗吧 首先不管是哪个地方 中秋大家一定都会吃月饼 可是据说 关于月饼的名字 却是一个大美女留下来的 这个美人是谁呢 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 据说在唐朝以前呢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并不普及 当时月饼也不叫月饼 有的叫胡饼 有的叫圆饼之类的 各个时期 各个地方的叫法呢 也都不太一样 到了圣唐时期 宫廷里面8月15呢 会有吃饼的这个习惯 有一年中秋节呢 赏月的时候 御膳房就做了一些 味道挺好的饼 杨贵妃呢 就拿起一块来吃了以后 觉得挺香甜的 就问这是什么饼啊 一个宫女回答说 这叫胡饼 李隆基和杨贵妃都是风雅之人 他们听了之后呢 是连连摇头啊 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好听 这个时候呢 杨贵妃正好抬头看到天上一轮圆月 一下子就有了灵感了 就说 不如以后就叫它月饼吧 唐玄宗听了呢 是龙颜大月 据说从此以后 月饼这个名字就流传到了民间 一代代传了下来 以后是越来越普及了 到了明朝时期 已经在很多地方都流行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在一代代的传承当中 月饼还和各个地方的饮食习惯相融合 发展出了像这个广式月饼 京式月饼 苏式的 朝式的 滇式的 等等口味 被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 我记得小的时候 邻居们还经常用这个核桃 花生等等做馅儿来制作月饼 而且会分送给周围的邻居 自己制作月饼在当时也是大家中秋节的一项主要活动 到现在自己做月饼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么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 中秋节还有一个传统习俗 就是祭月 在朝廷的层面 古时候有这个春分祭日 夏至祭地 秋分祭月 冬至祭天 这些习俗 在民间呢 祭月是中国古代一些地方 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 一直流传至今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还有这个祭月的习俗 一般就是在八月十五这天晚上 在庭院里摆上桌子 放一些像瓜果 点心之类的美味佳肴 一家人呢 围坐在一起 吃东西 赏月 这样的祭月活动 很有中秋的仪式感 您的家乡还有吗 还有五火龙 八月十五中秋节呢 五火龙是广州 香港等地 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习俗之一 据说五了火龙以后呢 可以这个趋吉避凶 风调雨顺 关于这个习俗的来源呢 有种说法说是在原末明初的时候 刘伯温号召大家无起火龙来驱赶这个原兵 后来呢 就慢慢地流传下来了 很盛大 也很有特色 中秋很多地方还有观朝的习俗 宋朝的大文豪苏氏就在八月十五看朝当中写过 定之玉兔十分圆 以坐双风九月寒 寄予崇门修上药 夜朝流向月中看 中秋节是观朝的一个最佳时节 而观朝也成为中秋的一项节日习俗了 还有一个习俗是燃灯 这个习俗也是一个慢慢人们越来越少去做的一个习俗了 记得小的时候 家里人会在八月十五做一些各种形状的灯 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呢 把它们竖在高高的木杆上 立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一晚上呢 那个灯特别的亮 和月光是焦香灰映 其实在中秋这天晚上燃灯 祝月色的风俗呢 很多地方都有 有些地方呢 是用瓦片叠在一起 在塔上来燃灯 江南一带呢 是制作这个灯船等等 那么您记忆里的燃灯习俗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 中秋佳节呢 还有赏月呀 赏桂花呀 喝桂花酒啊 等等的习俗 当然了 也要提醒大家 饮酒要适度 要根据身体情况而来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 中秋节的几个传统禁忌 首先第一个就是月饼 祭不圆 中秋晚上吃月饼的时候 这个月饼呢 是越圆越好 《地经景物略》当中就记载说 八月十五祭月 祭饼必圆 说的就是在中秋十五 这天赏月拜月 月饼是月圆 象征意义就越好 团团圆的月饼呢 也代表了古人对团圆和和谐生活的追求 所以那些吃了一半 或者切开过的月饼呢 大家就不妨过完中秋再拿出来吃 中秋这晚呢 吃圆圆的月饼也是一种仪式感 一种美满的象征 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难不拜月 在传统习俗当中很多地方都有这个 月下设一个那个香岸来拜月的习俗 可是老话说了 男不拜月 女不祭造 也就是说 按照传统呢 男性一般是不拜月亮的 为什么男性不能祭拜月亮呢 原因主要是月亮属英 而且呢 月神据传说也是一位女性 所以男性祭拜就不太方便了 不过在现代社会 大家中秋祭月的习俗已经逐渐的被一家团聚 赏月所代替了 所以这条也就不太讲究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中秋送礼 送霜 祭送丹 中秋佳节人们少不了这个走亲访友 可能都会带点随身的礼品 俗话说好事成双 双数被中国人认为是吉利的数字 所以在走亲访友的时候 如果随手带点礼物 那按照传统说法是 礼物的这个种类和数量 最好都选择双数 这是一种中秋的仪式感和传统礼俗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天上月圆圆 世间人圆圆 心中事圆圆 节目最后 欢迎大家跟我分享 您家乡的一些传统习俗 也欢迎把节目 点赞评论和转发分享出去 带给身边的人 一份浓浓的节日祝福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